第六百九十几 第六百九十几 自然不离秦州与那个他从地下修仙界 首次传送到海外的小岛之间了 充其量也就是延伸到大荒岛的方向 其余地界在无边广大的海域之上 无异于大海捞针 没有具体头绪的情形之下 压根就不可能找得到 如此做法却是南辕北辙 在张鑫的讲述中 韩昊是在偶然情况之下 碰到他的父亲张涛与其母白玲的 当其时两者接受重伤 命悬一线 后面又有追兵 身为长辈的韩昊 张烈对他又如师如赋 他自不可能看着张烈的后人 死在自己的面前 后面的事情就自然而然了 韩昊一路护送着张涛和白玲 一直来到此处 扎根 繁衍 并死在这里 张涛 张鑫沉浸在述说中 一时间也不曾注意到张凡的神色变化 更不曾听到他几乎是含在口中的声音 这个名字曾被他刻意遗忘 也着实不曾放在心中 只是在看到韩昊墓碑上尽力者时 这疏忽之间如被大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有些事情我们认为遗忘的 恰似一根刺深深地扎入 飞到有人拔动才会发出钻心的疼痛 张涛 张烈的孙儿 张远途的儿子 心中动念 张凡的眼中露出一抹似是机窍 又似冷笑的目光 让恰与其相对的张心猛的一个机灵 将道口的话咽了回去 见得如此 张凡才回过神来 从记忆中拔出对这个少女欠然的一笑 按照他的讲述 张涛在海外所娶的女子 也就是他的母亲白玲 恨是不凡 乃是货真价实的画形大妖 一个资质极差 为了仙道梦想和仙人工业 而抱着必死之心 远游寻找机缘的年轻人 竟能和一个画形大妖结为道理 若是流传于世 无异于书生遇到仙缘的事情神话一样 笔观小说 具体的情况张心并不知晓 毕竟当时他压根还没有出生 甚至连韩浩的经历 也是他后来听过别人讲述才知晓的 这毕竟只是一个降临世间最多不过二十年的小丫头罢了 他依稀只是知道 当年还是青年的张涛偶然就得身受重伤的白灵 此间无数事最终结为了道理 白灵一共为张涛诞下了五个儿女 可惜他一代堂堂画形大妖却因为早年伤了根本 一生的修为始终不曾恢复 更是数年前与张涛一起遭遇了大劫 韩浩寿源枯竭死在床榻之上更是不下十年了 沉默了一下张凡忽然抬起头来问道 欣喜 你韩爷爷就没有跟九州方面联系过吗 啊 张欣吃了一惊说道 你 你认识韩爷爷 紧接着挠了挠头不敢肯定地说 我听哥哥们偶然提起过 好像是什么沦陷 封山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唉 张凡长叹了一声 摇头苦笑 现在他什么都明白了 在困难的时候 韩浩就未必不曾想象宗门求救 乃何正是秦州大街的开端 百年封山之日 求救无门便是如此了 罢了 张凡长叹立起 脸上竟是一抹说不出的复杂神色 举步向着不远处的一堵石壁走去 喂 你要去哪里 张欣喊了一声 随即脸上浮起一片烟红 显然也意识到这么称呼不好 不好意思地又说道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就叫我哥哥吧 张凡的背影处一个温和的声音传来 好的 哥哥 张欣乖巧地点了点头 紧接着想起什么事的惊呼了一声 那里不能去 画刚出口 忙不迭地抢上了两步 奇怪的是 无论他快跑还是慢走 结果都没有不一样 张凡的背影始终就和他保持着三尺的距离 不及不离 又让他无法阻拦 旋即张凡脚步不停 直接撞上了一面斑驳的石壁 其上苔显黄绿均烈引现 好像宝经风霜一般 想象中的闷响声并未出现 他直接步入了石壁之中 惊形处水波一般的纹路荡漾着 归于平静之时已经不见了他的踪影 他 他是怎么知道的 张兴赫然止步 再往里可是张家绝对的禁敌 便是他这个张涛和白灵最小的女儿 也不是说进去就能进去的 不管了 惊讶之余 他一咬牙也是一头撞进了石壁之中 进入石壁之后 是迷宫般的弯道 每一转弯 三无岔口如是反复 复杂到了极点 若是换了别人 张兴定然会认为 他一定会迷失在这个迷宫之中 要知道 他自己当初也是花费了偌大的功夫 才硬生生地记下的 不过对张凡 他始终带着一种莫名的信任 坚信他不会被这迷宫所难倒 此前的阻拦 也不过是下意识地作为罢了 张兴并不以为 这个温和的哥哥 会有什么不利的举动 不知为什么 他对他就是如此的信任 气喘吁吁的一阵猛跑 一炷香的功夫之后 张凡的背影重新进入他的视线当中 这里已经是迷宫的尽头 张家最根本最严密的所在 哪怕死到最后一个人 也不容任何人破坏 在前方张凡副手而立 好像压根就没有察觉到张兴的到来一般 那石壁障眼法庞大的迷宫 在他的眼中也不过是儿戏罢了 自然阻拦他不得 早在韩号的墓地处 张凡就已经察觉到此处气息的不同了 隐隐地有猿鹰级强者的气息 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岛上 猿鹰强者只有一个人 白灵 平静地站立着 张凡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复杂之色 似是心存有语 在他的面前 一座仿佛雕塑的东西屹立着 最中心处为一个水晶棺 呈直立 透过透明的棺果 可见得一个老者 双手交叠于丹田 安详闭目 仿佛沉睡了一半 棺果与老者 只能见得半身 其余的部分 则有一条白蛇 将棺果缠绕 看不真切 这缠绕 并无蟒蛇绞杀的力量感 倒更像是 眷恋 那条白蛇身躯庞大 却不显粗笨 身上更是坠满了 无数细小的鳞片 引然发着光辉 若是正常情况之下 这身细碎的白鳞 在阳光之下 定会蕴染出 一片最美丽的色彩 然而 在此时 却是只有岩石般的灰暗 整条白蛇 石化成了雕塑 若是患了凡俗之人看来 定会以为 这是哪位人工巧匠的杰作 然而 张凡 却能通过 其石化的身体 依稀感受到些许的生机 这生机 在不断地减弱 还没死 还没死 却是离死不远了 水晶棺果中的老者 情况和白蛇相差无几 一样的 只有一缕细小的生机留存 之所以没有化作岩石 怕还是白蛇 蛇身相助的缘故 从头到尾 张凡一声不吭 好像沉浸入了 另外一个世界 张欣忍耐了很久 终于承受不住这压抑 轻声唤道 哥哥 即便是压低了声音 在这空洞的所在 还是引起了回响 好像炸雷一般 倒是把张欣自己吓了一跳 什么事 张凡淡然地应了一声 目光游离 思客透过棺果 看到遥远的尘峰和过去 棺果当中的这名男子 资质低劣 却使用坚毅勇敢的心 毅然离家寻找机缘 又不愿以人类之身 而被妖兽之奴 不放弃心中的骄傲 宁愿将妖秀的机缘 让于相名之父 此后孤身一人远赴海外 继续自己的潜入 有着人类的骄傲 却能冒天下之大不韦 与化形大妖双修 并诞下子女 也算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了 作为一个陌生人 一个修仙者 张凡欣赏这样的人 比起肉体的资质来 他有一颗适合修仙的心 可是事实上 他也最终达成了梦想 张凡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在那被封印的水晶棺内 深深沉睡的身体 乃是金丹的修为 然而 为人子 为人父 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你们 你们长得好像啊 张欣看了看水晶棺当中的人 又看了看张凡 低声说道 是吗 张凡的声音很是平淡 比起在外面 对待含号的墓碑前 要平淡了无数倍 是的 比起我的那些哥哥们 还要像 哦 你有几个哥哥 这个问题的答案 张凡似乎早是心中有数了 不过随口应付罢了 他的心神 由自沉浸在其他的地方 四个呢 不过有一个 始终没有见过 张凡终于回过神来 瞳孔不自觉地缩了缩 飘忽地说道 你 见过他吗 在空旷的山斧中 张凡的声音 显得有些飘忽 嗯 没有 张欣完全没有注意到 他的异状 苦恼地说道 嗯 只是听 听韩爷爷提起过 我想 应该是一个 很威风 很威风的老哥哥吧 老哥哥 张凡听后哑然失笑 心中明白 他是以三个哥哥的样子来想象自己的 那不是老者 是什么呢 哈哈哈哈 张凡朗声笑了起来 张欣 孩子气十足的一句话 反倒是让他从往事 从阴霾中 摆脱了出来 畅快淋漓 我们走吧 笑声一指 张凡拉起张欣的小手 旋即 张欣 只觉得眼前一花 进风扑面 在睁开眼睛时 已经是光影斑驳的林间 韩浩的墓前 还不等张欣 惊讶 张凡就放开了他的手 静止坐在了韩浩墓碑之前 不知道从哪里 摸出了清浴葫芦 自针自饮了起来 看他那样子 恍若在与某人对着 完全沉浸了进去 外面的一切都不放在眼中一般 嗯 哥哥 张欣欲言又止 好像有千万句话要说 道德口边又说不出来似的 道德这时 他不知为什么 会对这个陌生人完全没有戒心 什么都可以和他说 心中却觉得很舒服 很亲近 忽然间 沙沙沙 林间踏足落叶的声音 远远传来 啊 张欣的脸一下子白了几分 豁然回首 郑建德在林音道的尽头 一处中年人 停住了脚步 向这边望过来 糟糕 张欣的心里直打鼓 他可是知道 这个地方 对于他们张家的意义 这是绝对的禁地 看到那么一个外人 堂而皇之地 在这里喝酒 不发作才怪呢 他的心中 朱斑念头闪过 想着怎么才能 不让双方起冲突 对面的那个中年人 却全无激愤之色 反倒是好像找到什么似的 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高声说道 小姑 家主有请 他是来找我的 啊 他没看到哥哥 声音入耳 张欣马上反应了过来 奇怪地向着身边望了一眼 那里张凡自顾自地饮着酒 仿佛全然不知道外人到来一般 哥哥 我明天给你来送酒 家里买了一些好酒呢 提到好酒的时候 张欣的情绪明显低落了下来 那些酒是为他的婚宴所准备的 张凡一无所觉地点了点头 目光须于不曾离开韩浩的墓碑 我走了 张欣的脸上闪过失望之色 迟疑了一下 不情不愿地离开了 一直到他消失在林音道的尽头 从头到尾 那个中年人都不曾发现张凡半点存在的痕迹 七天的时间一闪而逝 这七天当中张欣又来过好几次 带来了不少的好酒 每次都陪着张凡坐在韩浩的墓前 也说了不少这些年韩浩的经历 以及他自身从小到大经历的有趣事情 每次都是坐到外面看守的弟子前来提醒为止 整个过程张凡说话很少 酒喝的很多 张欣带来的他自己准备的 连一旁的蛮牛都暗自择舌 暗想这些酒都足够给自己泡个澡了 大量的灵酒饮下去 张凡不仅不醉 一双眼睛反而显得愈发的明亮 在黑夜中似乎可以洞穿一切 让白昼也让人不敢正视 随着时间的流逝 蛮牛以画形大妖所独有的敏感 觉得他的主人好像变了 有点不一样了 又说不出哪里不一样 偏偏此时的张凡 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 压迫力之大却是其生平仅见 愣是不敢问出口来 七天的时间 张凡与世隔绝 周遭的一切除却多出了几个酒坛之外 再无变化 然而岛屿之上却是大不相同了 往来穿梭 这片海域的修仙者多有来到者 喧嚣热闹 一片红火的景象 张欣出嫁 乌铁迎娶的日子就在今天 附近的修仙者争先前来捧场 却是不是看在张家的面子上 他们可没这个本事 关键是乌灵真人的弟子放出风来 说乌灵真人会亲临现场 见证孙儿和张家小姐的婚事 这才是附近修仙者趋之若鹜的原因 无非是抱着万一之想 能被乌灵真人看中收入门墙之内 只不计也见识一下 这乌灵真人到底是怎样一番威风的样子 张家子弟此时也是齐聚一堂 等着乌灵真人一行人的到来 按说一个乌灵真人亲自前来迎亲 这已经算是绝对的礼遇了 然而在布满了喜气气息的大堂当中 张家弟子却是分外的沉默 下方的晚辈子弟如此 上手处的张峰等人也是这般 按说乌灵真人的孙子配张心 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真论起来还是他们张家高攀了 然而实质上呢 那个乌铁是什么东西谁不知道啊 这不是推自家女儿进火坑吗 可惜现在这个火坑却是不得不跳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片沉默没有半点喜庆气氛的大堂里 一个声音忽然打破了沉默 他们来了 上手处的张峰等人缓缓起身 带着一众子弟迎出门去 真正的仪式并不是在这个大堂之中 而是在室外早已搭建起的一个露天平台 若非如此也无法接待那么多大老远前来观礼的修仙者 心中固然不愤 礼节却要做足 在张家子弟迎出门去的时候 东方大片云层被染成一片漆黑的墨色 浓云滚滚汹涌而来 一股强大的气势也是从天而降 覆盖到了岛屿之上 无论是张家子弟还是前来观礼之人 多有色变者